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1897年受利己影响的人数就超过了9万 死亡率超过20% 日本细菌学家智赫杰将这种季节性爆发所引起来的恐惧描述为 利己因其爆发过程和高死亡率被认为是儿童最可怕的疾病 智赫通过对36名利己患者的研究 从分辨中分离出一株戈兰染色阴性的杆菌 没有边毛 分解葡萄糖 影朵试验阴性 不分解甘露醇 用这种维生物学的传带培养物 胃泉 引起腐泻 当时被命名为利己感菌 该细菌署在1930年版的伯杰式系统细菌学手册中 首次被命名为质赫菌署 质赫菌病是最具传染性的细菌性肠道疾病 对志愿者的试验表明 只有10到100个细菌就可以引起症状 立即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 但难民 收容人员和在野外条件下的军人 面临更大的患病风险 质赫菌署的细菌呈杆状 戈兰染色 阴性 没有牙包和边毛 多数有夹膜和菌毛 这里的图就是质赫菌戈兰染色的照片 质赫菌的生化反应特点与埃锡菌不同 分解葡萄糖不产气 只有宋类质赫菌持缓发酵乳糖 其他不分解乳糖 引朵试验阴性 和沙门菌不同 硫化氢试验是阴性的 利用它不分解乳糖的特点 可以在肠道鉴别培养基上 培养形成无色透明的乳糖不发酵菌落 在双糖铁培养基当中 可以看到如图中第二号管所示的生长现象 质赫菌署根据欧抗原可以分成四个群 A群也叫利己质赫菌 有14个血清型 不能发酵甘露醇 B群也叫福氏质赫菌 有15个血清型 各形间有交叉反应 C群也叫包氏质赫菌 有19个血清型 D群叫宋类质赫菌 只有一个血清型 分解乳糖 质赫菌的抵抗力 比其他肠感菌弱 尤其对酸敏感 质赫菌的质病物质 包括清晰力和内毒素 有的菌株还可以产生外毒素 在清晰力方面 包括菌毛 负责黏附长年膜上皮细胞 三型蛋白分泌系统 可以诱导细胞膜内线 导致细菌内吞 质赫菌产生的内毒素 是强烈内毒素 作用于局部 并可吸收入血 引起全身症状 A群质赫菌的 一型和二型 可以产生质赫毒素 质赫毒素 有三种生物学活性 第一种是它的肠毒素的活性 这种作用类似于 肠产毒大肠癌细菌产生的毒素 以及霍乱肠毒素 和引起水酿泻有关 它的细胞毒性 对人肝细胞 肠年膜细胞有毒性 导致变性和坏死 它的神经毒性方面 主要是引起神经系统的损伤 导致麻痹 甚至细胞死亡 如图所示 为质赫菌进口感染后 引起急性结肠炎的 组织病理学机制 质赫菌的发病机制 质赫菌 吸附在肠黏膜上皮细胞 穿入细胞并扩散到周围 及深入黏膜下层 可以释放内毒素和外毒素 在肠局部可以引起黏膜炎症 表现出来坏死变性和脱落 和引起浓血变和黏液血变有关 释放的毒素刺激肠臂植物神经 促进肠乳动 肌经兰 腺体分泌增加 水分吸收减少 与腐痛和腐泻症状有关 毒素刺激直肠肛门扩液肌 引起理极厚重的感觉 毒素进入到血液 引起内毒素血症和中毒性菌粒 表现出发热和白细胞增加 在临床上表现出高热 休克中毒性脑病 以及弥漫性血管性凝血 导致死亡 致鹤菌导致的疾病叫细菌性利己 传染源为病人和带菌者 传播途径为凤口途径 临床上通常表现为 由水样腹泻转为年夜浓血便 有理极厚重感 急性菌粒 急性中毒性菌粒多见于小R 急性治疗不彻底 反复发作 病成在两个月以上的为慢性菌粒 诱导的人免疫力不牢固 容易再感染 致鹤菌感染的维生物学检查 取粪便为标本 进行分离培养鉴定 西瑞试验可以用于检测细菌的毒力 西瑞试验是将一定的菌悬液 接种于臀鼠眼睫膜囊 眼睫膜炎发生 说明西瑞试验阳性 此外 免疫染色法 免疫荧光菌求法等可用于快速诊断 细菌性粒剂的防治原则 包括注意饮食卫生 致鹤菌容易出现多重耐药菌株 其中 烈酶素耐药菌株可作为活疫苗使用 关于细菌性粒剂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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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